大家常去日本 都會買一個止痛藥 是一排的那顆止痛藥 大家都買回來會非常輕功好友 那事實上 其實 我去把那個藥拿來研究一下 那個一排的止痛藥 它裡面一部分 大概它的含量 大概就150毫克左右而已 150毫克 重點到200毫克 但是我們台灣醫生處方的 是300毫克 400毫克 其實劑量比他們裝明 到底就是說 止痛效果會比較差 是喔 是喔 說什麼 吸收度是其中一個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它是副反藥 它不是單純只有一部分而已 它裡面加了咖啡因進去 那我們知道咖啡因 可以拿來治療頭痛 然後它加了一個尿素 它這個尿素是具有 鎮定作用的尿素 吃了會有一點點想睡覺的 它用一個鎮定劑 讓你心情舒緩 然後再加一個咖啡因 就讓你的血管收縮 聽你這樣講 它是有加很多東西在裡面 對 然後它還加了 智酸劑在裡面 所以其實像我們一般 我們非類固醇的效應 要一不剖分這一類 我們吃的不會死罪 但是你吃了100的 可能會有些微的鎮定作用 你就不適合去開車了 那像剛剛陳醫師說過 那個衣排的那個 我也有很多這個例子 就是說我一個客人 也是三四十歲的年輕男生 然後他出國的時候 他是親戚朋友 所有的親戚朋友鄰居同事 全部都 那他自己沒有聽過 所以他自己想說 既然這麼好 那我也自己買一些回來 結果買了之後 從那時候開始 他從來沒吃過的人 有一次他頭痛 他就吃了 就想說很懶得去看醫生 又花錢之類的 結果都想不到他吃了沒有多久 他還沒到公司 他整個臉就腫了 然後腫起來了 他還覺得他的呼吸 喘氣喘不過來 呼吸沒辦法喘氣的感覺 所以他馬上就去醫院檢查了 所以他不知道他裡面的成分 因為他看不懂那個日文字 所以他的過敏原 裡面是不是有不能吃的東西 那我們很多人買藥都看不懂 真的是看不懂 看不懂 沒有人看 而且沒有人去看 只要說鄰居 或者是你的親戚跟你說 那個多好 多好 你一定要買回來 大家就買 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是他的朋友 去日本玩了一圈回來之後 反正帶了一堆衣盤回來 就分送給大家 他就拿來吃了 他才吃第二顆而已 他就 他就發現 然後接著 到第三天 他的小便就開始變少了 後來他不敢再吃藥了 他自己就想說 那我去西藥房再買個利尿劑來吃 他也弄到利尿劑了 但是其實效果不好 他一個禮拜 他的體重就 上升了五公斤 上升了五公斤 整個人就腫起來了 那腫起來到我門診的時候 一看嘛 這是手腫 腳腫 驗了他小便裡面的尿蛋白 尿蛋白一驗出來 一天流失到十幾克 後來其實問一問之後 問到他就吃了 朋友送他的這個日本的藥 我們也跟他做 他是就是這個的 止痛藥所引起的 激性的肾病症候群 好可怕喔 這經濟症候群 但他好險他的腎功能還是正常的 他只是腎臟外面一層足細胞 被這個 一下子被免疫給破壞掉 後來這個病人 我們用了免疫抑制劑 才把他腎臟救回來 其實大家注意看一下 日本的藥 它分類其實很清楚 它標示的也很清楚 它分成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那事實上我們講 第三類事實上就是開架式 大家都可以買 有時候第二類是需要有指示 建議有藥師指示 第一類就是一定要藥師 跟你講清楚 跟你講副作用的時候 你去買這個藥 事實上法律上有這樣規定 藥核上面也寫得很清楚 那有時候我們唐人去帶貨的時候 你在結帳的時候 那可能藥師要跟你解釋 有什麼副作用 你聽一聽也是在那邊嗨 結帳了就走了 因為你也聽不懂嘛 所以大家就帶回來 那我的案例就是這樣子 他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一個媽媽 一個阿姨 然後他來這邊就診的是 因為他大概一個星期的時間 大便都大不出來 肚子非常的脹 那時候我幫他看的時候 我就先問他說 你以前是不是常常這樣便秘 他說沒有 他是會便秘 但是兩三天就會上出來 他這次一個多禮拜 而且肚子非常的脹 他覺得很奇怪 然後很冷 很不舒服 然後我就幫他肚子按壓一下 的確 肚子感覺空氣很多 那有時候我們醫生會聽診 聽聽看他腸子有什麼蠕動 就聽一聽 腸子就是都沒有什麼聲音 那我們就請他去照一個肚子 照一個X光 照起來我本來以為是 會有很多糞便在裡面 結果照起來也沒有 然後那個 然後就很多空氣在裡面 然後那個阿姨就跟我講說 我真的是沒有吃什麼東西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大便 然後我幫他做一個 直腸鏡鏡去看 的確他腸子裡面 沒有什麼糞便 也沒有什麼素便 只是比較奇怪 他的腸子就好像 然後後來再回診的時候 大概隔一個禮拜的時候 然後他再來回診 他就告訴我說 都好了 症狀都好了 他整個肚子也都軟了 排便也都正常了 我在想說我的那個蟹藥 好像也沒開那麼強 不曉得他為什麼會那麼好 而且他告訴我一個症狀就是說 他之前他都一直到他口很乾 就沒有口水 我就想說這很奇怪 好像跟我無關 因為我只是乾一些腸胃藥給你 就是口感改善好像沒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這樣以後就吃我的藥就好了 那我說那不然 不然你以前是吃什麼藥 他就說他以前吃的是保養的胃藥 他的兒子他去日本玩 幫他帶一個胃藥 因為他以前胃不太好 那個其實到處那麼大 他說他是標榜是高麗菜做的胃藥 那種高麗菜精 對 他是說幫助胃藥 他會黏膜修復 他就覺得說感情是保養品 好像不是什麼致酸劑 事實上你看他的成分 他裡面有小蘇打 但是他有一個成分 可能大家不知道 是他有一個叫 東涼蛋鹼 東涼蛋鹼它是一個 腹膠感神經的抑制劑 它是來結抗精 就是讓你比較不會 胃精卵 所以他加這個成分 這個胃藥加一個抗精卵的成分 是有時候舒緩胃得不舒服 但這種東涼蛋鹼 不是只有在腸胃藥有出現 他在那個子暈的貼片 像之前就有一個案例就是說 有一個媽媽就把那子暈的貼片 他也是跟他貼在耳後面去子暈 那個小朋友那時候 新聞就報導說 他整個人就 他其實原來有說明 禁止在十二歲以下的兒童用 十二歲以下不行 劑量太高 所以說你真的 你給小朋友用的時候 他劑量一高的時候 你沒有達到子暈的效果 會出現很強的副作用 那大家都知道說 除了去日本之後 我們去泰國也會買很多的藥 尤其是那種什麼 或是貼布 買的啦 紅的啦 買超多 對 那有一次我好像是去 先去了一個很冷的地方之後 然後接下來就是去熱帶的國家 所以在那個 一冷一熱之間 我就整個肌肉收縮得很厲害 再加上我們長時間 就坐在車上 所以我好像肩頸這邊 就是扭傷得很嚴重 我是連脖子 就是連轉頭都不太方便的 已經發炎了 你的已經發炎了 對 肌肉發炎了 所以我那次就想說 好 我不要讓大家工作開天 說大家全部要來照顧我一個人 所以我就先抹了 抹了之後呢 吸收了對不對 我就把藥布給貼上去了 貼上去之後呢 餐後我就配上了我的止痛藥 消炎藥啦 或者是再加上那個肌肉鬆弛劑 一下去我就這樣吃一個禮拜 狀況真的是好得非常快 然後我每天都拍得很順利 可是我回來台灣就不最近了 我就開始胃痛 那因為我自己的腸胃 本來就不是很好 我想說會不會又是那種 什麼胃酸過多或幹嘛的 就先去看了我的家庭醫師 然後家庭醫師就說 那有可能是你的那個 胃不好或幹嘛 那沒關係 那我們就是開一些 比較溫和的胃藥 先把你這個症狀給緩解掉 可是其實我的症狀一直都沒有好 那醫生就說 那你先告訴我說 你在這一段時間 你用藥的情況 然後在這個之前 發生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就跟他講說 我用了 然後他一天就這樣 那你跟胃沒有什麼的 沒有太大關係 你就是濫用這一些藥膏 什麼這些運動用的這種 藥膏 貼布 用多了會傷胃的 他說你再用下去 他警告我 他說你會得胃快癌 症痛藥膏 很多阿嬤他們 譬如說一天兩次 那阿嬤就 三就擦 三就擦 結果這種 未出血的比例 真的還滿高的 他可能老人家 一個禮拜就把一條擦完了 真的 對 所以你要按照他的使用量 有時候擦整個蓋住 是要後敷啊 對啊 我也覺得 要再後敷啊 要後敷 你說你弄那個什麼 那個膚臉的 我也要做的 擦後敷的 我都喜歡擦後敷的 對 而且這樣很用力的 把它抹...抹到 我要確定吃進去皮膚裡面了 OK